属乎安风至,阴寻小鼠来,今天中午11时42分,我们将迎来,24节气中的小鼠,小鼠节气期间,正崩三福田的头福,此时,严谦鼠月,骄阳似火,流金硕施,火散高张,小鼠有三后,一后安风至,属乎安风至,阴寻小鼠来,小鼠时节,到地上边在南密的一丝凉风, 热浪排山倒海一般起来,暖暖而又带着炙烤的味道,二后蟋蟀之雨,在鼠气的炙烤下,蟋蟀纷纷离开田野,躲到庭院的墙角下去,享受属于它的清凉世界,三后英时至,烈日炎炎,老鹰展翅过天空,去更清凉的地方,探索新的领地,鼠热难耐,鼠天里的清凉就格外珍贵,也融入了文人木刻的笔中, 万瓦铃铃,若火龙,日车不动汗珠蓉,无音语何奔哀哀,坐轿争吹腹赠粥,送路有苦热,树天究竟能有多热呢? 屋上的防瓦仿佛条条火龙,坐着不动也能汗如雨下,到地变成了一个蒸烤箱,也许只有鸟儿才能背出天际,感受一丝清凉, 属乎安风至,阴寻小鼠来,竹轩先绝语,山岸已闻雷,忽有深情矮,接亭掌绿台,应沾心席雪,蟋蟀莫香摧,桃圆整小鼠六月节, 小鼠时间天气就像小孩的脸,一会儿阳光明媚,一会儿又电闪雷鸣,风吹竹林,速速有志,于大人家,地道细雨, 这幅画圈,是自然的声音,更是百姓的生活,在这个酷热难难的季节,我所怀念的不仅有清凉,还有远方的挚肉,山光呼吸落, 持月尽东上,散包成西凉,开轩卧咸场,和风送香气,逐鹿低清响,赶此怀顾人, 中小狼梦想,唐梦浩然,下运难停怀心大,小鼠时节的抱满时分, 诗人披头散发,开窗成凉,姿势随着月色渐渐飘荡, 露水清脆,荷花芬芳,怀抱其咸琴,像妖威君弹一曲, 可是我的朋友你却在何方,其实,思念并不分春夏秋冬, 但显定夏日里的那些快乐时光,却尤其让人怀念,为了安然度过哭下, 民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习俗,小鼠长心,农民将新歌的道骨碾成你后, 做好饭公司,五股大神和祖先,然后人人吃长心酒等,新鲜,是心情换来的, 农家人收获的喜悦,全在那碗香甜的饭里了,小鼠期间,将要迎来一年的补贴, 头扶萝卜二扶菜,三扶还能种荞麦,头扶饺子二扶面,三扶要饼摊鸡蛋,吃饺子, 头扶吃饺子是传统习俗,扶育人们食欲不振,往往比昌日销售, 俗为之苦夏,叫此在传统习俗里,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, 小鼠吃了藕,走在前逢年间,藕就被钦饼为雨晒不品了,藕生石又惊热生金,热肺, 在衣销中,止血的功效,可主治热病反可,吐血,临定等症, 熟食则有健脾异味,消食,止血的功效,晒浮, 小鼠时节正值农历六月,正是天气炎热的时候, 不少家庭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,会把家里的衣物被入晾出来, 杀杀菌,消消毒,而在我国民间,也有趁着小鼠六月节, 晒衣不舒的民俗,小鼠节气天气颜色,可却是修身养性最好的时节, 清淡饮食,小鼠时节一来,雨水分多同时气温升高, 容易影响人们食欲,或引起消化疾病,此时因饮清淡食物为主, 并节制期,八宝为银,食物多益冬瓜,白萝卜,番茄等, 并配一局花茶,绿豆汤等饮品解暑,切记探凉, 夏天由于天气闷热,人们喜欢吃冰糕,冰西瓜等冷饮, 尤其年轻人还会冲个凉水澡,不停吹空桥, 实际上,这样做容易倒成身体隐患,切记梦用冷水洗澡, 少吃凉的食物,借浆借造,人们常说心境自然凉, 小鼠时节之后,天气日渐炎热,容易让人们焦躁,缺乏精神, 此时一定要学会稳定情绪,并且以静坐,补充睡眠的方式来调节, 心脏机能感护,尤为重要,应保持心情舒畅,和缓气血, 剩下悄然而至,炎热的天气加上繁忙的工作, 往往让人心情百造,效率低下,其实高温多余, 是万物茂盛,生长加快的催化剂, 禅明过躁,仔细一听却是夏天的专属节奏, 没有灰汗如雨,大汗淋漓, 怎能体会到劳动的乐趣, 同一根冰棍从小吃到大,西瓜慢慢到了, 一年中最便宜的时候, 有汗有风就有清凉,有热有烟就有时光, 在这考中体会夏日的乐趣,修心症当时, 评论留言,小开会简历帮您, 大家都在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